传载400家号作者,足球梦中人西兰足球,曾经的记忆是四川全新,94年的中奖元年。 四川全新是西兰足球的代表,全新留给我们的印象不是球队的战绩,而是球迷的激情。 雄起这句加油词,原本让多少远道而来的球队忌惮。 此外,四川足球作为西兰足球的代表,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优质国角。 现已的汪松就是四川清逊的代表,至今还在中超赛场奋斗,一脚热力球和长传转移,让多少新人汉颜。 马明宇、魏群、李冰、姚夏,都有跟这些名字,都是老球迷耳中无法割舍的回忆。 然而,四川足球在小A时代末期,因为史德系的倒塌。 作为史德系的议员,他们也最终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。 在中超球队的版图中,西北是中国足球的框末。 四陕西惨霸离开西北后,西北在无中超球队。 西北丘迷只能依靠每年的西安的中国国家队比赛,抒发自己对足球的激情。 而在另外一个方向,西南足球依靠北京人和的前身贵州人和,即重庆立班,书写着自己的足球文化。 曾经的贵州人和在宫内以及高红波的带领下,拿下足球杯冠军。 从当年的恒大霸主统治下,拿下了一座宝贵的奖杯。 并且常年位居中超前四,是一只名副其实的中超竞旅。 也为西南足球的发展,做了很好的推动作用,也培养出了一批响当当的球员,张成林,姚伟辉,日海,陈子健,杨义武等等一批具有国脚实力的球员。 但当所有人认为西南足球真的要崛起时,2015年的降级给了正有起色的西南足球致命一击。 但是好在同时段的重庆足球在中超又重新站稳了脚跟,凭借着管理层的优质演员,国内球员的连甲却又实用,重庆足球在中超成为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。 球是火爆,不输当年四川全星,甚至在中超上座率上,也仅仅落后于恒大,古安,苏宁三支球队,并且2016年的贵州恒风的冲超成功, 让西南足球在痛失贵州人和后,又引来了又一个春天。 然而,这个赛季,贵州横峰一胜难求,12轮比赛紧接4分,基本确定倒计无望。 曼萨诺的离开,佩特雷斯库的加忙,并不会给这个国内球员中小级别,外援也不怎么样的中超球队起死回生的可能。 今年的一个降级名额基本确定,而另外的一个名额竞争激略,原本以为一帮与建议可能性比较大。 然而重庆的一波省操作,让这个原本明朗的宝级格局,产生了微尿的变化。 原本赛季出那只依靠打小摩托亨早中超的球队,一波连百,让他们只比大连多两分,情况十分危急。 并且小摩托有可能赛季报销,因为这只西南足球代表的球队的宝级之旅,蒙上了一层阴影。 倘若今年中超结束,贵州和重庆双双降级,西南足球的末日或许将会到来,曾经的足球卧土将会变成足球沙漠,而两只球队降入中甲。 在此生上来的难度可想而知,因此,中超两强真的需要负起直锥。 相信前苏宁公寻教头佩特雷斯库会创造奇迹,没有了小摩托的重庆还有一个大摩托,愿这两只西南足球的希望之火继续燃烧,给西南球迷以希望,雄起。